这里过去以后就可以看得到苍山了 天龙八部的灵鹫山点苍山 就是这个山了 它有19个山峰18条溪水 每一条溪水都注入尔海啊 它的最高山峰叫马龙峰 海拔有4122米 上边有一条索道叫喜马潭大索道 但是云南滇西北因为高山太多呀 什么叫滇西北 丽江大里香格里拉卢姑湖就叫滇西北 三年水一个真旧式的滇字 所以的话在这边的话 云南的滇西北高山太多 而我们家乡的这个苍山的话 它的海拔才有4122米 不是最高的山峰 各位所以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连绵起伏的山峰是苍山 而这边翻过去以后翻过山头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家乡的母亲湖 它叫尔海 长得像人的耳朵气势如大海 南北长有48公里 东西宽有3至9公里 是中国的第七个淡水湖泊 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泊 我们云南省的第一大淡水湖泊 它叫滇池在昆明啊 第二个的话就叫尔海 因为云南人没有见过大海 一个湖就叫海 所以你在丽江 可能听说过拉氏海 在乡格里拉有碧塔海 那帕海 所有的海都是淡水湖 所以我们的家乡这个淡水湖 它就叫尔海 所以今天的话 吃完中午饭以后 一点钟我们会坐上豪华大游轮啊 尔海一号或者尔海二号 我们要游览海 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游览海了 图中部的话会经过两个岛啊 一个岛的话叫兰州风情岛 一个叫双廊古镇 两个岛的话 双廊古镇我们在游船上 就可以看得到 兰州风情岛要停船40至50分钟 让你下船游览观光啊 兰州风情岛在这边的话 左手边它有白凳子 白椅子鲜花玻璃球 一个网红拍摄地啊 奔跑吧兄弟的拍摄地 然后第二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预观音 各位啊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理的话 大家要听好了 如果时间可以穿越 时间可以倒流 你是一千多年前来到我的家乡大理 那你是大唐的子民 我们是南兆国的子民 所以在中国才叫孟回唐朝 孟回兰州 在以前的话 我跟你是不同国家的人 一张身份证永远不可以来大理啊 你要半通关文碟才可以来 如果在以前 那你是大宋的子民啊 我们是大理国的子民 大理国在我们的家乡 有四百七十年二十二代皇帝 有九代皇帝 他都不爱江山 也不爱美女就爱出家 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的段玉就是出家当和尚去咯 他的阴阳指六脉神剑 灵波微步是怎么炼成的 明天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景点 叫重圣四三塔 进去拜访一下段玉各位 所以的话 在以前的话 我们叫大理国 你们叫大宋啊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的兰州风情岛 就是兰州国王休闲度假的地方各位 那这个岛的话游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坐上游船 游啊游 四点半左右 我们在财村码头下船 下完船以后 由我带你到大理古城的旁边吃晚饭 吃完晚饭一路向南就要开始入住酒店 今天的话我看一下我们所有的客人全车 全部住的都是商务酒店啊 我今天带团有点省心了各位 昨前天的话 有的是海警房 有的是商务酒店 要分两到三家酒店入住 但是今天的话 骑刷刷的全部都是商务酒店 那我们的话就相当的方便 住完酒店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啊 傍晚六点四十分左右就入住酒店了 住完酒店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想怎么玩怎么逛 我们的家乡大理 没有像丽江那种醉生梦死的酒吧 但是我的家乡大理 有像维多利亚海港一样的夜景 所以今天晚上 你们不妨可以走进海公园啊 骑单车也可以走路也可以各位 所以的话在这边的话就自由活动啊 看完风景以后啊 自由活动 明天早上的话我们七点五十分准时出发 由我带你走两个景点 一个叫大理古城 一个叫重圣四三塔 两个景区走完了以后 三点钟左右 我们所有的行程全部收工啊 全部收工啊 要回丽江的呀 我们会安排车子回丽江 在七点钟左右回到丽江啊 如果要在大理散团的要坐动车的 因为大理的话有动车有飞机有汽车 飞机的话四十五分钟到达昆明 有汽车四个半小时到达昆明 有动车两个小时到达昆明 大理的动车到达昆明有三十多趟 所以的话好多人都会在大理散团 那明天的话呀三点钟结束以后 可能在四点钟左右会把你们送到动车站 然后所有的行程就分到扬镳了各位 所以的话大家要听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大理的行程啊 你们有没有这种黑纸白字的行程单啊 有没有啊 我已经把所有的行程全部说完了 各位啊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家人 看一下这种黑纸白字的行程单 各位请你听好了呀 中国有三种团队 一种叫私人定制啊 你六个人七个人不需要坐这种车子 包一辆小车 一个人一千块钱左右 就可以走大理这样子的行程了 这种叫私人定制独立成团啊 这种团啊 你就是在酒店里边等着 师傅跟导游等着你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那这种叫私人定制 然后还有第二种正规的团队 一个老板带着三四十个员工 就开始来了呀 那个老板又做全培又做领队啊 我们作为导游的话 相当的省心 因为领队配合导游来工作 管好他的家人 管好他的员工 这种叫正规的团队 而我们今天坐在车上的所有嘉宾 你们是第三种团 叫全国大散拼 你们听过没有啊 团费相对最低 但是的话就在这个车上 来自六七个家庭啊 我们全国大散拼的团友都在这里 你们的话就要注意听讲解楼各位 我是你们的大理导游啊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 全国大散拼的导游上车 他讲五分钟就可以放话筒咯 五分钟就可以放话筒咯 他告诉你 这个是苍山 这个是尔海 前面是蝴蝶泉就结束了 但是的话 我是白族人 我是少数民族 我讲话比较直率性情比较粗犷 但是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你们着想 少数民族就这样子 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 你敬我一丈我就把你顶到天上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咯 人心都是肉掌的各位 现在所有的行程全部核对完了 一会儿到了大理的蝴蝶泉 如果愿意跟着我走的就跟着我走 如果不愿意跟着我走的 你就在车旁边站着 十一点半上车就可以咯 因为没有必要啊 要抢求你们各位 所以的话 在这边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这种团 在那个丽江也是面包车师傅 师傅兼导游拉着你走一下拉式海 走一下树和古镇走一下观音霞 专业的导游的讲解都没有听过 所以的话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 云南的旅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导游证 这张导游证是全国导游资格证 不是黑游证 是国导证啊 我们的总部在昆明分布在大理 相当正规啊 你来到我的家乡大理 要考这样子的导游证 需要你本科以上还要会一门外语 所以地方的门槛特别高 它让当地的少数民族光荣上岗 让所有的人全部下岗各位 所以的话来到云南 你在丽江吃得好猪得好 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 你在丽江吃不好猪不好 跟我也没有关系 所以来到大理的话 没人管你我管你各位 一会儿的话就要开展旅游了 如果你连行程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 一会儿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有的觉得山好看 有的觉得水好看 有的觉得树好看 各走各的 那你的旅游就大打折扣了各位 所以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行程单的 你有电子版的行程单 请你抓开看一下 一个专业的旅游者 他会对一个点打一个勾 对一个点打一个勾 所有的点全部打完了 你的行程就走完了 要不然你明天跟我说再见 你说这个点没有走 那个点没有走 不好意思 你点的是什么菜 我们上的就是什么菜 因为你们在丽江啊 报团的地方不是很专业啊 丽江古城 大多数都是在客栈 或者是旁边的酒店报的团 丽江古城的话 五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黄牌警告他 警告他什么 这个古城97年12月4号 跟山西的平遥古镇 一块平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的话 它的商业气息太过于浓郁 里边有6800间店面 3分99分27每家每户 小桥流水高原姑苏城市 一个陌生的人走进去 你要顺着水下去 逆着水上来才找得到出口 如果你在里边瞎逛 最容易迷路 所以的话这样子一个古镇啊 开客栈的开酒吧的 做生意的80%都是商人 就是中国流动的商人啊 精明的商人 客人需要什么他就卖什么 钱赚的差不多了他就一走了之喽 像那种酒吧一米阳光 一年承包费240万 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房子 一年租金就240万 他的头脑没有多少精明 他宁愿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外地人做 自己也不要做生意啊 拿了一年240万的租金 他可以到旁边的镇子里边 村子里边住豪宅 开豪车做梦发呆烤太阳流口水 人家去过这样子的柔软时光去咯 知道不 所以的话 丽江古城商业气息太过于浓重 在里边做生意的 都是四川福建广东人 以前的话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现在老乡见老乡背后一枪 一枪不够再来一枪 那个68块58块98块的房费卖给你 他又可以把床做得好 把烧烤做给你 把饭做给你啊 对你如此之好 但是我们少数民族有种说法 他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到各位 所以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 现在是法律的社会 要用法治来维护自己的签约 这个才是专业旅游者 应该要做到的东西 所以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刚才已经把 大理的所有的行程全部对完了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记住 来到大理没人管你我管你啊 在这边的话啊 我们这样子的全国大散拼的团 坐在车上啊 你的话一定要记好了 我马上的话 就要开展蝴蝶拳的行程啊 如果想跟着走就跟着走 如果不想跟着走 那你十一点半就在车子旁边等着就行了 看好那现在的话 把手机拿出来 赶紧记我的电话号码啊 在大理碰到任何事情 请你及时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是大理的白族人啊 白族在云南省 少数民族最有钱的民族就是白族人 知道不 你看一下四个人五个人家的房子 家家都是四百至五百平米左右 雕龙画柱四季博古啊 全部都是纯手工打质啊 各位 所以的话在这边的话 白族人在云南的话 少数民族的还是一个非常出彩的民族 所以的话在这边啊 去过卢姑湖的也好 香格里拉的也好 我们的团友啊 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在这个车上哦 卢姑湖 香格里拉确实很美 特别是那个卢姑湖 山也好水也好 但是的话我两年前去过啊 那边的少数民族 让人有点不舒服了各位 所以的话前段时间 我的朋友要让我去 我说我再也不想去了就是卢姑湖 所以的话来到这边要正能亮一点 阳光一点各位 云南的旅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你来到这个地方花了几百块钱 来到这个地方要有所价值啊 以后钱花不完了 就不要来楼云南 到别的地方去咯 因为中国这么大这么美 漂亮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的话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的话我们的车上还有孩子们啊 大人在座小人在看 一个孩子出来一个暑假一个寒假 回去写一个暑假作业 寒假作业都要比人家不出来的人 要写的丰富多彩一点 这个才叫旅游 而有的人捋了一辈子游 有的人到了香格里拉 美丽的香格里拉太美了 美丽的卢姑湖太美了 发个朋友圈就结束咯 真正山美水美的中国有太多地方了呀 来到云南就要了解七彩的少数民族 这个才是云南旅游的最高价值各位 所以的话请你记好 现在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住 在大理碰到任何事情 请你及时给我打电话 我确实没有110跑得快 但是我绝对比110管用 因为我是大理的白族人 各位请你记好咯 我曾经以前在丽江读大专 现在我全国各地朋友多得不得了 我不敢换号码咯 换了号码朋友找不到 所以的话除非他中国移动倒闭 要不然我永远不换号码 请你记住啊 那现在的话记好了我的电话号码 我站在这上边 我长什么样子请你看清楚 一会儿进去有68个团队 如果别的导游长得比我好看 你跟着人家走咯 那你就可以离团了各位 好 所以的话我长什么样子请你看清楚 那现在的话看清楚咯 我以后我开始看清楚你了各位 我要开始认人了呀 我天天带团都跟你们汉族人打交道 我觉得你们汉族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哪一个长150公斤 我可能记得住 如果没有150公斤 我都觉得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我开始认人 认人的时候我要给你编个号 编了号以后你要记住你自己的号数啊 有了自己的号数 我就不再叫你的名字了各位 在这个车上不简单的 全国大散拼啊 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站在这个地方阅人无数 然后十年来站在这个车上 我见到的人太多了 我曾经带团带过贩毒的 带过传销的 带过小偷 带过百万富翁 带过千万富翁 在这个车上啊 两年前我带了30个客人啊 从丽江来的呀 28个人最后离团的时候啊 26个人最后离团到丽江去啊 坐汽车离开到丽江去 但是有四个客人他不去 他要坐大理的火车离开 以前大理的火车 是那种你们大城市淘汰的绿皮车 12个小时才能到达昆明 现在叫动车不叫火车 两个小时到达昆明啊 那个时候到了火车站是四个客人啊 在团队当中 一瓶矿泉水要倒开喝啊 一对老夫妻跟两个亮妹啊 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都觉得奇怪啊 吃一个桃子都要掰开吃穿一条裤子 但是的话四个人不离开 在丽江客栈就认识的人啊 到火车站那两个亮妹说呀 大叔大婶 今天的团队餐太难吃 我们没有吃饱 我们想去买点肯德基 你把我们的包拿进去一下 我去买一个肯德基 肯德基买了以后我们再来找你 没有想到那个包一拿进去 43克的海洛因当场被抓获啊 这对老夫妻 莫名其妙在我的家乡多待了两个月 我待的团出事情了以后 公安局过来路口供 我才发现 所以的话 保管好自己的人生信息 不是很熟悉的人 不要一天穿一条裤子 因为人心隔肚皮 如果你的人生信息都不得到安全 那你的旅游就更加掉价 所以的话 现在的话 我就开始点名了 点到名以后给你编一个号 那我点到名的时候 你们要答一声道 看我开始认人 好 那一号家庭 我来说